你好 我是你的父母啊 為你請的家庭教師 那你可以叫我邱老師 那麼我只要負責 輔導什麼項目呢 你一定猜不到 我呀 是專門輔導心理的老師 不同於那些古板的課程 每次的輔導呢 一定會讓你感到 身心愉悅 讓你達到 身體和大腦的 雙重放鬆 以及滿足感 首先呢 你的父母已經告訴我你的基本情況 那 我可以來放鬆一下你的壓力 幫你緩點一下生活上 學習上 又或者是工作上的 壓力 在這樣的過程中呢 我會用到 不同的道具 來刺激你的感官 不論是你的世界 聽覺 還是觸覺 還是觸覺 都會幫你 照顧到 那下面啊 就先來刺激一下 你的聽覺 以及視覺 讓你達到 兩個感官上的 滿足 現在啊 看到 老師對上的 雷絲襪了吧 知道 老師要做什麼嗎 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睜到眼睛 好好看著就好了 首先呢 這個絲襪 特別的薄 能看出來 套肉的對不對 現在 我拿著你的手 把你的手 放到了我的臀上 哦 加一項觸覺 讓你的手 手掌 手背 手指 甚至你的每一個 海毛 充分的 與我的絲襪 親密接觸 你現在告訴我 你有什麼感覺 啊 仔細的告訴我 比如 刷摸上去的手感 材質 以及 心理上的感覺 我要慢慢的了解你 才能更好的幫你 緩解 你的壓力 把我 當成 你很親近的人也可以 當成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也可以 甚至是一個幻想出來的人也可以 你要對我 無話不說 聽話的話 老實就會給予你一定的獎勵 至於是什麼獎勵 對 對 在你 配合我完成課程的情況下 對 可以告訴我 現在告訴我 老師的絲襪 是不是很性感 是不是摸起來畫畫的 甚至 甚至 還能感受到 老師身體的溫度 對不對 很好 你可以點頭 點頭表示 你贊同我的說法 會慢慢一步一步的 引導你 解放天性 跟老師說出 你心裡真實的想法 不要怕 說什麼都可以 老師啊 不會生你的氣的 我只要知道 你內心的真實想法 就好了 嗯 嗯 什麼要求啊 可以啊 老師 當然可以滿足你的這個要求 前提是什麼呢 前提是 啊 啊 你要聽老師的話 啊 服從老師的命令 啊 老師啊 就可以答應你這個 小小的 請求 好 現在老師允許你 用你的 兩隻手 勾起我絲襪的 一個邊邊 然後 用力的 撕開它 撕開它 撕絲襪 如果能緩解你的壓力的話 也是一個 合適的辦法 但是 老師有一個要求 你不可以撕別人的絲襪 只可以撕老師的絲襪 為什麼呢 呵呵呵 啊 因為啊 因為啊 像你這麼可愛的學生 那 老師當然不認識 把你挑腳喝了之後 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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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好 乖乖的 乖乖的 我會教會一切 你想知道的東西 啊 前提是 你只能靠近老師 知道了嗎 啊 啊 這個 看來 你很喜歡老師 在你耳邊 耍搶搶搶壞 嗯 是不是感覺 你就會 好嗎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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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嗯...老师在扶摸你的后背 快不要紧着 放松你的肌肉、神经 跟着老师的节奏 嗯...别担心 老师会给你最好的 再续续试一下 那我们要进行下一个练习了 你知道克服你心理压力 一个很好的办法是什么吗 那就是一毒公毒 好啦,听上 一毒公毒 什么意思呢 不好意思啊 老师有点嗓子牙了 就是比如 比如 你在结婚的时候 可能总是很紧张 那应该怎么治疗呢 一毒公毒 啊...每天每天的 去上水 慢慢的 你习惯了它 自然就不会紧张 那...老师现在 要拿你做实验咯 既然你不说 好啊 我只能自己来摸索 乖...把眼睛 闭起来 把你的嘴巴放松 自然张开 就要去 好了 不要动 剩下的就要去 咯... 往来 告诉老师 刚刚接个人的时候 好 你在想什麼呢 感覺到你的嘴唇在微微的顫抖 你在緊張嗎 多來幾次 你試演一下老師的嘴唇 久而久之 每天都在練習 也不會在結婚的時候 透透索索緊張的 不知道該如何下嘴了 來 再來一次 這次感覺 比剛剛那次要熟練得到的 你還是一份聰明的學生啊 學得很快 反應很強 你一定會是 我帶過的最出色的學生 呀 接著你 啊 好 喜欢跟老师接吻吗 这次终于说了实话 好了那每次的课程我们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 今天是第一次就先到这为止哦 是不是觉得家人而主 这是邱老师的特点呀 记住了吗 乖 明天同个时间记得来我房间里 我们继续继续治疗 我的好学生明天见